大家好,今天做冬瓜牛肉面 面条的配料主要有冬瓜,牛肉泥,葱和胡萝卜 准备100克鸡蛋挂面 调好的牛肉泥125克 是上期视频制作冬瓜牛肉剩余的那部分牛肉泥 取200克冬瓜 如视频所示,割出1四分之1圆弧,切成10小片 中间部分切成长方形 准备一根粗一点的葱 从底端5厘米处开始斜切到10厘米的位置 如视频所示,进行裁剪 用斜切的方速剪出来的花,更加有动感 再从另一端取10厘米,从进行裁剪 把剪好的两朵葱花放到水里储存起来 备用 切取两片约7厘米长胡萝卜 切成细丝 1000毫升热水中加入冬瓜片 水沸腾时,开始加入牛肉丸子 总共3个丸子 搅拌一下,防止牛肉丸粘锅底 加入3克生姜粉 继续煮6分钟 下入干面条 一边煮一边搅拌 面条一定要搅散 粘连的面条是煮不熟的 最好不要加锅盖 煮沸的汤汁非常容易溢出来 大约2分钟后,面条就差不多了 开始调味 盐4克 蚝油30克 拌匀后 煮15秒 就可以起锅了 先把面条夹出来 用面条把长方形的冬瓜片盖起来 倒入少量汤汁刚好没的面条 现在开始摆盘 把圆弧形的冬瓜片一片压一片 分两边排好 加入3个牛肉丸 摆好葱花后 开始做花心 注意 胡萝卜细丝要错落有致 最后把剩余的汤汁全部倒进来 喜欢这碗面条的朋友 请点赞分享哦 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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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